安云哥 能力很好 安云哥能力很好 他跟谁搭的其实都是可以 发光发热的 这次的整个节目 最庆幸碰到你 就是我们有像这样子的作作 你要好好打 在想 怎么就可能 不再继续唱了 有一种惋惜的时候 突然间阿云嘎出来了 当他一站在那唱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就即使小哥以后 他不再唱这么多经典的时候 他一定会放心 有一个阿云嘎唱歌这么动听 嗨 太大了 我会见到一个不高兴 很成功的男人 愿意感到 非常不大 看了一视频 上郟 Koh 有一个很感激烈的联系 过他的歌曲 他叫《Dancement Esmeralda》 很感激烈的干涉 他很感激烈的嘴角 他的歌唱歌 他跟她一起唱 他作为了在一里 这的婚歌 entre un jeune homme très droit, très talentueux, très ouvert, qui connaissait Chanson Le Temple des Cathédrales par cœur, de mémoire. 我认识到英雅的时候 她是509级的音乐剧系 这个学生 多年以后我再见到她 今天我第一次看到她现场的时候 我觉得她今天的表演 已经能够让我在其中 学习到很多东西 简而言之 这是一首完美的演出 这是我第一次看 嘎子的表演 让我觉得惊为天人 首先从表演 从唱 我觉得是360度无死角 让我觉得受益良多 今天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力量 是我在其他表演没有感受到的 就是说没有这么极致 就是音准的力量 就是如果两个人的音准 在一个频段 在一个段位上 它就是出来的声音 就是非常非常的愉悦 让你觉得非常舒服 今天两个人的体现的音准 我觉得是教科书级别的 非常非常好 阿云嘎她带来的演唱 从她的这个音色 气息的运用 包括我特别喜欢 她一些咬刺的心中拿捏 我觉得都把这首 很倦勇的情歌 唱出了属于她自己的回味 在我的印象里 阿云嘎从一开始唱着 蒙宇的歌曲 再到后面通过 譬如说美声的演唱风格 被越来越多人喜欢 那我觉得这样的阿云感 其实它也不应该 被大家用任何所谓的 风格去定义去局限 因为它一定会带来 更多的惊喜 谢谢 你说是具有独特声音色彩的 CD般的歌手 他的前半段的气声 气果声唱法 那种声音能够让人 感受到深邃的感觉 然后听着高音非常结实 而且非常的稳定 整个的歌曲的 有清有柔 有刚 有明有爱 轻重缓急 而且非常到位 我觉得你成长了 非常棒 谢谢 就是如果说按等级分的话 阿云嘎在现在的歌手里面 应该是排在最顶级的 那些那笔歌手里面的 我们可以去看 阿云嘎的顺便说到他 我要说几句 我们看到阿云嘎的演唱 他不仅仅是演唱厉害 大家仔细一细看他的眼神 这就是一个音乐剧演员 跟一个歌唱演员的区别 那个歌手里面 阿云嘎绝对是到了这个顶级的 这样的一个歌手的 这个 就在我们华人歌手里面 他应该是到了最高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 因为我喜欢他 他每一次的演唱 我能关注的都关注 包括他现场演出 我都悄悄悄悄的买张票 去看他演出 演音乐剧 有个早就关注他了 当时我第一次听他唱歌 我说这小伙子太棒 将来肯定会有所成就 但是没想到出这么大名 他这后浪一下 把我这前浪拍沙滩上了 音乐剧